追根溯源探产地 欢迎您来到今天的水之盘蒸餐 我们每天都面对着各种各样的食材 但是你真的了解它吗 我们今天要去溯源的是什么呢 秋高气爽正当时又到秋标增添日 如今这贴秋标那也得讲究健康有营养 除了传统的猪肉羊肉脂肪含量适中的鸡肉 也是被大家钟爱的秋标食材之一 但是不知道您有没有这么一个困惑 就是这个嫩鸡肉吧 这个肉质特别容易松散 一顿汤就都散架了 可有的鸡肉呢吃起来又太柴 有那鸡皮厚的都能流油 一入口肥腻腻的让人没有食欲 但是在以美食文明的四川 听说就这么一种肉质鲜嫩不失嚼劲 甚至连鸡皮都皮薄如脂的脆皮鸡 这鸡真的有这么全能吗 现在就跟着我们的探寻小分队一起去素颜吧 绵阳一座低调内敛又不失实力的城市 从古时的川西北咽喉 到如今的中国科技城 它潜力无限 而位于高山和平原交接的独特地势 让这里集结了各种各样的美味 更使这里的秋天独具风味 要说一个城市最具有民生气质的美食在哪里 最有烟火气的地方又在哪里 我相信在我身后这条 位于市井小吃街一定可以找到答案 12月12日 外国大艺 华鹿 只能喝一杯 今天糟糕 糟糕 糟糕 蜂 糟糕 糟糕 蜂 蜂 硬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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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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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蜂蜂 鸡肉 作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肉类 并不称奇 但究竟是什么样的鸡 能够应对四川炖蒜炒烧 各种烹饪技法的魔力 甚至还能在美食云集的四川 让时刻人人称赞 我们异常究竟 四川人对鸡肉美食的热爱 就可以说深入到骨髓了 应该说从每一个四川人技术开始 对鸡肉美食都是吸引一场 好大一盆 如果说要选一道代表四川特色的美食 波波鸡绝对排得上号 它集合了四川人最爱的麻辣味道 加上去骨鸡片拌合而成 麻辣鲜香 举至嘴边 油焰欲滴 但是冷吃也要脆爽的波波鸡 对选鸡的要求很高 哇 好烂 就是我们这个店的波波鸡 已经22年了 这个鸡是一锅鸡做的 你刚才吃了我们这个鸡 鸡鸡皮们嘛 脆得很 比跟一般的鸡不一样 这个配上红油 你吃了那个鸡皮就脆 吃得崩脆崩脆的 富大姐家的波波鸡经营了几十年 岁月流转仍人气不减 食材烤旧 鸡肉鲜美 就连这鸡皮都能薄如纸 到了秋天 贴鸡鸡的日子 食客对于鸡肉的选择 更加挑剔 肉肥有爱健康 皮厚烹饪欠佳 而波波鸡中 皮脆肉嫩的鸡肉 首当其冲 变成了贴鸡鸡的 最佳选择 不过 这食客偏爱的 到底是什么鸡 又是怎么做到皮薄柔嫩的呢 听闻距离这里不远的地方 就有养这种鸡的人 而且因为它口感脆嫩 当地人还给它取了一个好听好鸡的别名 脆皮鸡 为了揭开脆皮鸡的秘密 我们继续溯源 爆弹母鸡 堪比战斗鸡 可爱小鸡养成 有玄机 秋吉多雨 在湿润的四川 更是如此 根据傅大姐的指引 我们见到了绵羊当地养鸡大户 贾正武 而刚一见面 他就给我们安排了一项任务 拿到鸡蛋 再来找他 这块是这茅草是吗 对 就是 这茅草它鸡卷在里面下蛋 鸡卷在里面下蛋 它蛋不都应该下在窝里吗 怎么会下在这里 都小了在窝里面 满一点 看吧 鸡整的好了 它都不跑 天哪 快看 它跟静止了一样 为了小宝宝的安全 母鸡在爆蛋的时候 攻击性极高 看来 想要在他们的怀里拿到鸡蛋 确实需要胆量 它一直在叫 没死 它只能 真的可以拿了 可以 我感觉它的视线 跟着我的手在动 没死 露出来了 露出来了 它捉我 头都伸出来了 它捉我 您在旁边帮我吸引她的注意 我帮她这个边上的带可以吗 好 可以 看这里 还是要速度要快 趁她不注意的时候 鸡蛋终于到手 不过这鸡肉皮薄肉嫩的秘密 跟贾大哥让我们拿到的 这小小鸡蛋又有什么关系呢 拿到鸡蛋后 贾大哥让我们把鸡蛋放到卷舍里 这卷舍里到底还藏着什么秘密 让我们跟着贾大哥进去一探究竟 太好了进屋了 今天雨好大 今天多多雨 你感受一下吧 哇 快看 这个棚里怎么团儿小鸡没大鸡 你没发现这个棚有什么不一样吗 有一点感觉好像稍微比外面暖和一点 是不是 对了 我给你抓一只鸡你看一下就知道为什么了 带你抓一只看一看 一万多只小鸡 这不 想去哪里 别看它们小跑得还挺灵活的 来吧 你抓这么多只 拿一只拿一只 这只撞了 这只撞一点是吧 对 哇太可爱了 看看 哇好小啊 快看 这个是长大多少天呢 这个现在才出口五天 五天 对 生日才五天的小鸡 对 刚才不是说温度吗 然后我跟你讲 你看 它是不是没有羽毛啊 有一个就这种 这个白色的不是羽毛吗 它是绒毛 哦绒毛 我们就通过齐暖 让它达到小鸡生长的一个环境温度 那这个就是长大之后就是咱们这个脆皮鸡了吗 还找到狠呢 它要想变成脆皮鸡 我们还要给它搬一起家 原来贾大哥带我们来的是玉厨师 这里都是刚刚出生没几天的小鸡 加温的棚舍还原鸡妈妈温暖的怀宝 这里便是他们养成的第一站 统一管理加强保护 但是贾大哥说的搬家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所谓的脆皮鸡究竟是什么鸡呢 提出我们的疑问后 贾大哥却带着我们向山林里出发 树木笼罩着的山坡里又藏着什么秘密呢 我是一只鸡 对上长得漂亮的就是我 要论美貌我可是第一哦 不但如此 生活在匡野的我 性格也是外刚内容 为啥子这么说呢 你看我强壮的公二头鸡 不对 大腿鸡 征服了整片土地 尖着的我还有一颗柔软的鸡 或者说柔软的肉贼 这让我获得一种新木贼 不过今天 我的底盘上拿到一味不熟之鸡 贾大哥 这个就是长大的脆皮鸡是吗 没错 各个都很好吃 要不然你抓一只看一下 都可以是不是 对 能抓走 想要仔细观察一下它们的真容 首先就是要靠近它们 只是这鸡警惕性高得很 轻轻靠近它们便躲得远远的 我想不能快跑不能快跑 因为刚下了雨 今天的地实在太滑了 你太滑了 我不抓了 我不抓了 抓不到 抓不到 跑太快了 没想到 这抓鸡不成 还弄了一身泥 不过 这鸡养在室外 晴天雨天都是正常 贾大哥他们 又该怎么抓鸡呢 太累了 我刚抓好一次都没抓着 大哥 你们这个鸡平常怎么抓 我们鸡平时是 图是很难抓的 那要怎么抓 特制的工具 特制的工具 对 就是它 就这么一个铁丝 前面给弯成一个弯钩 这怎么抓鸡 对 我教你 你把这个鸡拉成平衡的 看见鸡的脚 你去顿着它 然后在它后面 你拉 勾住它的脚是吗 对 那这也太困难了 这平衡点很不好找 刮脚是吗 哎呀 这这这这 听起来是很简单的操作 但是想要小小的铁钩 准确无误地勾住 鸡灵敏的爪子 还真不是件一事 不过 在养殖户贾大哥面前 这小小的钩子 简直就是扎鸡神器 小崔快过来看看这个大公鸡 哇 哇 这鸡好漂亮呀 有点像是那种 兔花本上那种 凶就强大公鸡 来 你拿一下试试 我扎着它的腿是吗 对 不会再捉我了吧 要看它心情呢 啊 哇 哇 好沉啊 它这个 这个野性还有一点 有一点大 哇 快看快看 感觉现在把它抱在怀里 把它固定住了 就会好一点 就没有那么冲劲 有一点安全感 刚才七八安全感 不过贾大哥 你这个鸡是什么鸡啊 这个鸡叫瑶鸡 那这个瑶鸡 跟其他瑶鸡不一样 这个是茶花鸡 给瑶鸡 杂交改良的一个新品种 茶花鸡个头大 肉比较多 肉嫩 那瑶鸡身心好斗 肉比较紧 然后那个杂交一下的话 它的肉质更上一层楼 原来当地人口中的脆皮鸡 其实是瑶鸡和茶花鸡的杂交品种 改良后的瑶鸡 集合了爸爸妈妈的特点 体型大且肉质紧实 而且放养在山林的它们 战斗力更是不容小觑 小样 竟然敢占我的力盘 让你知道谁是老大 都是天地为家 你搁这儿小张 看着 哥们都听我一句劝 合计生财差不多得了 哥们咋样够意思吧 谢谢哥 小心身后偷袭 说你你还没完了 懒得和你倒知不知道 你是打不过我吧 想逃 没门 我犯了你 炮豆的本性 使得它的肉质更加紧实 但是贾大哥说 要想这鸡肉 达到皮薄肉嫩的程度 还远远不够 这不贾大哥 又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 原地跳比拼 人机大战 一触即发 半裤傻帅 眼镜竟有大用处 小崔啊 你只腿跳了 你跳多高啊 跳高啊 我跳高的话 跳个十多厘米不成问题 那你看这个 干字上悬挂的蹄子 高低不同 分别为一百七十五厘米 一百九十厘米 和两百厘米 贾大哥要测试编导的 原地跳跃能力 不过 这会跟鸡脾脆肉嫩 有什么关系呢 我是高一米鸡 一米七五一点问题没有 来 加油 来 加油 是不是 七二一举 这个呢 一米九 对 跳高五厘米 编导轻轻松松 吃到了第一颗蹄子 面对一百九十厘米 差距身高二十厘米的高度 编导还能挑战成功吗 加油 不行不行 真的够不得好 快来快来快来 让我试一下 你吃最高的 编导尝试了半天 把摄像大哥都看急了 那么身高一百八十厘米的摄像大哥 能不能够到身高差距二十厘米的蹄子呢 看来这跳高二十厘米还真不是个简单的事儿 摄像大哥尝试了几次才成功 但是编导却早早败下阵来 贾大哥给我们设置这个挑战 跟肉质秘密又有什么关系呢 不行 这太高了太高了 二十厘米我都碰不到 才二十厘米啊 我给你看一下我们鸡的本事 一只鸡的身高三十五厘米左右 但是它们却可以轻松跳跃到自己身高的三四倍高 真是厉害 这正是贾大哥的悬挂喂食法链成的 从低处喂食逐渐增加高度使其适应 好让它们跳跃进食的时候 也能锻炼鸡肉 锯食肉质 可是仅仅是散养锻炼 就能让鸡皮薄如纸 肉质细嫩吗 这背后会不会还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就在此时 养殖场旁边的鸡舍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小大哥 你不说你的鸡都是缓咬吗 这不还是咬在大棚里卷咬吗 这个可不一样啊 山里的鸡不好抓 你抓一下这里面的鸡 你告诉我 试试 这里的鸡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抓一只看看 出乎意料 和散养鸡不同 这卷舍里的鸡 仿佛停在了原地一般 乖乖等着我们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小大哥 你看 一下就抓着了 这是不是裂成了 这个鸡 哎呦 好五尘的 这有几斤呢 这有五斤 五斤 这个鸡它怎么带一个铜墨镜啊 对啊 因为这个鸡在一回阶段 它都是攻击在里面 它会发琴的话 会打架 它就够了 然后我们 它戴上眼睛 然后它就 就不会全这样状况 原来 这个鸡卷里的鸡 如此听话 原因竟在 这个小小的塑料片上 为了验证它的作用 我们找来一只鸡 给它戴上眼镜试试看 那你现在把它放地上试试 它不会跑吗 不会 怕我被催眠 是不动了 因为它的眼就一带 它前面的视线被阻磨了 它现在还不适应这个 适应过后呢 它就会进食进水了 戴上眼镜的鸡 被阻隔了大部分视线 所以养在眷舍里 也不会相互攻击 但是问题来了 之前明明说 为了让它们多运动 肉质紧实 怎么这里的鸡 反而还要戴上眼镜 关起来呢 这里的鸡皮薄肉嫩的养成秘密 其实贯穿了它的生长全过程 农人们改良品种 精心呵护 让小鸡苗 茁壮成长 在育肥期间减少运动 让鸡的肉质更鲜嫩 后期放养 锻炼弹跳力 给鸡增肌的同时 减少皮下脂肪 鸡皮薄脆 肉质细嫩 各式烹饪技法 它通通都能驾驭 面面俱到的它们 在四川还有什么样的特色吃法呢 小鸡啊 嗯 说到我们四川 四川的川菜 你能想到什么东西 川菜啊 那应该是辣呀 越辣越好 但是呢 我今天想给你做一道菜 白果心说没有 一净四川那个一净果是不是 对对对对 我们短期之前呢 要炒一道水里 一个是取其它后面的行为 第二点就是 可以受除它的纤维 我们在焯水的同时 加点姜丝 要有 那下啥都不行 用完美的做出你的鸡味 然后就是加点鱼 可以吃起来 能保持的感觉吧 最后就是加一个迷迷的鸡 那就是一个蛋糕 用蛋糕和白果的鸡 能备一下我比较好 四川的餐桌无辣不欢 烧鸡工最为经典 鸡肉炒至变色 加入四川辣油和豆瓣 麻辣自味自然渗透 土豆 藕片 与鸡肉的碰撞 总是让人惊喜 赏心悦目 美味升级 少几个鸡肉 中文字幕——YK 二者结合 才让这小小的脆皮鸡 百吃不腻 收获满堂彩 给食客带来了 秋日里味觉的鲜美体验 而在其养成背后 藏着养殖户的 创新养殖精心培育 以及他们 常年累月地不懈坚持 才造就了这样的好食材 这个秋天 你的餐桌上 要不要来一只脆皮鸡呢 好的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水之盘中餐 追根溯源探产地 我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